首回和林比义落败的情况下,意大利回到主场只有进球才能有一丝晋级世界杯的希望,但比赛将取始终没有被打破。 当板凳洗上的德罗西被要求热身的时候,这位意大利老臣爆发了。 摄像机镜头捕捉到,德罗西对教练组极其愤怒地喊着,为时邀我,XX的应该上场,我们不需要平局,我们需要赢球。 然后德罗西指了纸板凳上的英西涅,这位纳布勒斯边峰本场比赛并未获得出场机会,首回和比赛则是替补出场打的中前卫,赛后谈及此事的时候,德罗西表示,我们有每次派三个人去热身的习惯,每隔五分钟会换三个人去。 我只是想说比赛快结束了,我们没赢球,所以得把前锋们派去热身,我也指了指英西涅。 这是不是个战术问题,不是由我决定的,而教练先生非常和蔼,因此如果我冒犯了任何人,我表示抱歉。 那时候我只是想着,可能换上英西涅会更好。 德罗西也宣布从意大利国家队退役,对我们的足球来说,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。 对于我们这些参与了这两年一选赛过程的球员来说非常黑暗。 我在科维尔恰诺基地和全世界穿着这身球衣征战了超过十年,因此最后一次脱下它是很奇怪的感觉。 我们会再度开始的,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令人失望或者绝望的瞬间之后所做的那样。 现在下一代会接过重担,我们必须从他们这里再度启航。 华迪维尔